Nexbit 下一支我們來猜一支叫做Nexbit Robin 這支手機我其實蠻喜歡的,但是它的Wi-Fi還是網路 這支叫做Nexbit Robin 我其實蠻喜歡這支的形狀,還有它的功能 還有整體我都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還有雙前置喇叭,整個都還不錯 但是它的Wi-Fi故障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沒有辦法上網了 然後什麼東西都不能做 因為它是一支Enjoy手機,不能上網要幹什麼 我們就一樣把它分進來 嗯,看起來還可以開機 那Enjoy7.1.1耶,超級古老 那這種Wi-Fi啊還有那個Wi-Fi啊還有冷也都類似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起来蛮正常的 我们先保留好了 先不要把它拆掉 因为使用都正常 除了WiFi跟蓝牙无法使用 但它有什么触控啊 萤幕啊 电池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任何硬体都没有问题 除了它的硬体的WiFi跟蓝牙故障 那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或者是把它拿来当其他的 Offline用的 就是不用零上线的功能 像是播音乐还是干嘛的 这个可能还可以拍上用场 那要装软体就去下载APK 然后就是用接线来安装 虽然有点麻烦啦 但是还可以用 干嘛把它拆掉呢 好那我们就这支先保留 放到旁边去呗 有什么 fit 就赋了 只能努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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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一支是HTC的E9X 那看起來還可以開 你看 它的Signature 1系列 這是 历史啊 嗯 嗯 所以這樣子 看來這支手機好像也沒有什麼問題啊 幹嘛把它採 看來這支手機也沒有什麼問題啊 功能都正常啊 除了它的Android版本有點舊之外 我們來看看它的Android版本到底是多少呢 Android 5.0 欸 什麼鬼 對 所以幾乎所有軟體都沒有辦法支援這麼舊的Android版本 所以這支手機也不知道可以幹什麼 嗯 拿來拍照片嗎 之類的 沒有辦法做什麼啦 5.0的東西 HTC 那我們就也把它丟到一邊 雖然 嗯 好那我們也把這支HTC丟到一邊好了 因為 功能都正常 只是 intro有點舊 根本沒有辦法使用 對 就 嗯 HTC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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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下一支也是 HTC 這一支是 DESIRE 728X 那我們就插著電影看看開的機 Yep,開機啦 喇嚇,開機,開機 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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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推机完成啦 Android is starting 嘿嘿嘿 感谢观看 这支手机的后面背盖被我切掉了 看起来 这支手机的背盖被我切掉了 因为它下半部就是电池还有充电东西 我就把后面背盖这样保留 我这个应该有拍一支影片吧 如果有的话 我就会放在上面连结 有兴趣就可以看一下 反正就是把我背盖切掉 然后上面就是这样裸露 我觉得看起来蛮酷迅的 所以我高中的时候搞的东西 然后现在相机也掉了 然后后面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现在开机也开不了 Android is starting 然后starting这么久 有在跑耶 什么可以 应该应该 我猜这支手机的问题是因为跑太慢 然后连打电话 连打电话都打不了 就是按下去 然后什么东西都超慢 变成超慢 连打电话都打不了 所以就用完新手机吧 好像是这样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支手机的问题就是应该是 处理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超级无敌 慢慢到炸开来 你看它现在连开机都开这么久 我记得是连打电话 那个手机打电话 功能都开不了 就按下去 然后它可能闪退 手机闪退 手机的手机电话功能闪退 或者是根本打不开 就连打电话都打不出去 你看现在连开机都开不了 真的是 应该是这样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对 那我们开机的车路 我们不开 看哪能 这些给手带 看哪能 看哪有 看哪能 不打中